大陆展开对台湾地区的贸易壁垒调查 是否与穷台策略有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在马英九回大陆记组之后 两岸关系又因为蔡英文女麦卡锡的私会而进一步紧张 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大陆商务部突然宣布 就台湾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涉及农工产品约2455项 这一调查应在2023年10月12日前结束 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24年1月12日 这也意味着审查结束之时 正好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关键时刻 很多人因此认为这是穷台战略开始实施的信号 台湾地区对大陆物品的进口规范 主要依据的是1993年4月所制定的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的管理规定 总共遵循9835项大陆农工产品进口 两岸前后加入WTO已超过20年 至今台湾地区当局限制大陆进口的商品 还是维持在2000多项 令人匪夷所思 针对大陆的反击 台湾地区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表示 愿意与大陆不设前提进行磋商 由于大陆对台让利的经贸政策主要是基于九二共识 也就是在以国民党执政时期签订的 以民进党展开协商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我们先正面解读这项措施 该项调查是中国大陆商务部根据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划的有关规定展开的 主要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范 对其他经济企的贸易及投资壁垒进行调查 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 以维护本方的贸易投资和产业利益 中国大陆使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 打出的第一枪是在2004年针对日本的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紫菜进口量为零 中日经历三次刷伤后 采取切实硕施 解决了中方提出的问题 该案顺利终止 中国的紫菜在日本开拓了巨大的市场 从表面上看 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并不奇怪 奇怪的地方是两岸之间明明有ECFA框架 但是大陆仍然要动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 这也预示着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也就是ECFA将面临终结的可能 当然如果大陆要终止ECFA 会以书面通知台湾地区当局 自通知方发出终止通知起 180天后自行终止 由于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发出通知 又没有按ECFA的机制进行协商 这个信号就相当有内涵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大陆 在此时动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 展开反击呢 首先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上 揭露台湾地区当局的丑恶追脸 近年来台湾地区每年都从中国大陆这边 获得1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台湾地区2022年的GDP也不过7626.74亿美元 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 占了它GDP的五分之一 从国民党执政时期再到民进党 一脉相承的对大陆企业采取歧视政策 2020年8月民进党当局宣布封杀 爱奇艺腾讯等大陆视频平台 理由是有红色渗透嫌疑 随后台当局又对淘宝台湾动手 目前淘宝台湾已停止运营 近日又要跟进美国全面禁止TikTok 更夸张的是 台湾地区当局长期以来单方面禁止 大陆服务贸易和资本投资 也就是不允许大陆企业在台湾投资 所以现在公开贸易壁垒调查 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 台湾地区当局一边吃大陆饭 一边对抗大陆的无耻追连 其次此举也是在为中国大陆相关企业讨回公道 给吃两岸贸易红利的台商一个明确信号 大陆企业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 过去我们基于九二共识 不予计较 但不等于这件事就合理 单方面让步换来的只能是贪婪 现在我们也需要公平 这很正常 而且在台湾地区将要举行领导人大选的情况下 也要给那些吃两岸贸易红利的台商一个明确信号 如果继续当两面人一边吃着大陆的饭一边还给台独分子捐钱 那么等到调查结束之后不排除被大陆拉清单 最后中国大陆会不会采取系统性的穷台策略 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这件事 目前还不到完全以台湾地区当局摊牌的时候 也不想影响两岸经济合作的大局 就是说目前还不会推动穷台战略 但也不能一味的让利 如果台湾地区当局想继续从大陆这边拿到巨额贸易顺差 就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 否则就得接受惩罚 中国大陆如果目前直接断了ECFA 会影响一大片 因此现在采取的是精准打击的办法 以此警告那些支持民运党又在大陆做生意的台商 有些台商非常过分 一边在大陆挣钱 一边认为是他们在照顾大陆 是赏饭给大陆吃 台湾地区当局 也是一边从大陆身上赚钱 一边买美国的武器来对抗解放军 这样的事情以后必须被终止 总体而言 大陆对台经济政策可能会因为这次调查 而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也就是从单方面的让利 变成追求公平贸易 ECFA面临生死重亡 台湾地区的好日子也就不长了 考验民进党的时候已经到了 好 今天评述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